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维摩洁是这样子 弥勒当令此诸天子舍以分别菩提之见 这个按照来讲起来 所谓的菩提 所谓的菩提 我们也可以讲就是道了 也可以讲是真如 也可以讲是佛性 菩提真如佛性 这维摩洁意思就是对弥勒菩萨讲 让那些那个杜斯天的天王跟杜斯天的天子 舍以分别菩提之见 有些时候菩提很难讲 菩提两个字是很难讲 它包含很多很多的意思在里面 但是为了他们没有分别之见 所以我摩洁对弥勒菩萨讲 让所有的天子 就是都死天 跟都死天所有的这个天子 为什么呢 对这个菩提没有什么 分别之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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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什么呢 这个菩提者 这个菩提啊 道这个道不可以生得 不是用你的弱身去得到 不可以生得 不是用你的身去得 去得的 不可以心得 也不是用你的心去得的 不可以生得 也就是说 不是用你的身体去得到这个道的 也不是用你的心去得这个道的 这道本来是华尔本然 本来就存在的 不是用什么东西去得的 是我们来说 是我们来说 尽管一下 我们好走 很多东西 都会想得到 在这舞台中 是感觉到 我们好多的 在那艺术 我们来说 来说 我们把你个人